也别太气馁 有人快热 有人慢热 但未必他真能热得起来 所以想在爱中找到平衡 太难了 老师们的建议 好好去想一想 好吗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 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其实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 我知道有很多的矛盾 还有误会 但是我都尽量去改了 我也希望你能 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些时间 我们两年同事 在一起的时间 也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一年多了 我觉得我就是太主动了 喜欢你那么多 可是我从来都感受不到 你对我的在乎 所以我现在真的挺纠结的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其实我真的有做改变 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好 时间到 请亮灯 我特别想跟你说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有那个过去他的影 他觉得委屈 你看啊 他哭觉得他委屈 是因为我真的努力地去做活 我真的努力想改 我真的想改成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 但是在刚才的对话看来 其实我还是悲观地觉得 他依然执着于要他的那个标准 但他真的很难达到 他已经很委屈了 但也许在你心中啊 你在乎他 但是没有他在乎你那么多 当有一天真的失去了 也许你才会发现 自己原本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他是真的那个值得你在乎的人 好吧 明白他的眼泪吗 姑娘 真诚的啊 好好思考一下 两位请回去吧 请关门 其实男孩子的眼泪啊 我有一些意外 因为听他们整场的讲述 似乎这个女孩更爱他 更该流泪 舍不得这段感情 但是我相信呢 女孩子一年多对这个男孩 一贯的热情的付出 我相信男孩是真的被打动了 只是他还没有恢复好爱的能力 所以他恳请女孩多给他一些时间 我们说时间是一切问题的解药 但有时候 时间反而会消磨两个人情感当中的意志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